在天氣好的時候 豐友們記得抬頭看看天空 我不是要你們看雲喔 因為看著天空當中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秘魯電視台有個攝影記者 他就是抬頭看著天空 看啊看 看到奇怪的物體了 還好他順手抓起了攝影機 把這個影像拍下來啦 對 上個月30號 秘魯的一個攝影師叫UBILUS 他是秘魯一家很大的電視台的攝影師 他平常就有這個習慣 就是他常常看著天空 只要一有不對勁的 比如說地上的災難 或天上的意象 他馬上就會拿起來拍 這就是他的工作直覺啊 對 也是他的什麼 也是他的一個狂熱 他本身也是研究不明飛行物體的 結果上個月30號 他拍到這樣的現象 立剛 分解動作這樣 你會一乍看之下 雲 雲嘛對不對 就是雲啊 好 你認為是雲 請問他在天上 為什麼會這麼快速的 一個變成兩個 再合而為一體 然後再改變形狀 我告訴你 雲有這樣變的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畫面 它這個物體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 因為就在首都立馬的上空 你現在看它是像一朵雲 那你不然說它是什麼 氣球嗎 像氣球狀的東西嗎 它現在有改變形狀了 它現在變得比較扁平了 對不對 然後它不斷的移動當中 如果說它只是一朵雲的話 它怎麼可能會變化的這麼快 這個畫面在什麼 在他們秘魯很有名的一個節目 叫90秒之中播放之後 引起非常熱烈的迴響 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畫面就叫做水母UFO 對啊 你看它天空當中背後有雲 但是那些雲的高度 都比這個還要高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是說不通的 它出現在那個地方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判定它什麼 但是它的形狀會變化 而且變化得很快 好 不只有是它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件事情在秘魯 引起很大的討論呢 因為秘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部落格 叫做什麼 叫做不明飛行的外星人檔案 這個部落格它就提出了 其實2004年 他們就已經有發現類似的 叫做Ebony Ebony是西班牙語 你看現在畫面上2004年 所以10年前就發現了 10年前就已經有了 這個畫面還特別 相隔10年了 特別的清楚 我跟你講 Ebony的意思 這10年前的畫面 對 你仔細看 他老實講 Ebony的意思是什麼 是空中不明的什麼 飛行的生物體啊 不是不明飛行物 是不明生物體 為什麼 一個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這樣改變 所以秘魯的部落格 他們認為說 它是有智慧的飛行物 你的意思說並不是隨著氣流而改變 而本身是會有智慧的 對 會有環境因素 它自己的自由思想而做改變嗎 可見得它的材質很可能有問題 它是真的一個生物 飛行在天空 還是說它還是一個飛行物呢 所以你仔細看 它還會變化 它還會分解成六個小點 然後它再合而為一個 就是說他們這個Ebony的畫面 已經不是出現第一次了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這種不明飛行物 還有其他像類似像星艦 那樣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太空船 在秘魯的募集數字 一年好幾千期啊 也就是說這種不明飛行物 除了美國 第二個是什麼 墨西哥對不對 全球第三大募集事件 最多的就是在秘魯 所以說Ebony這一次 你看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了 這又是另外一種 這還是彩色的 立剛 如果今天它是氣球 它如果是氣球 它的飛行模式是這樣嗎 如果它是雲朵 它的飛行的模式也不是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它滯留天上的時間非常久 還會不斷的變換形狀 你說秘魯是不是真真正的 外星人造訪非常多次的國家呢 看看秘魯 秘魯有古文明 秘魯是位於中南美洲 秘魯有在瑪雅森林叢林區 但是秘魯的上空出現了 這些怪怪類似生物屬於雲狀的 我們姑且稱之它為水母幽浮 江博士有水母幽浮這種生物嗎 這是立剛年齊的名稱 這是我實驗神所寫的書 有一個章節就講UFC 這是研究飛碟的人講UFC 因為這樣的剛才 剛才華乾講這個飛行物 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速度非常快 從80公里到270幾公里 跟高鐵的速度一樣 而且飛行的方式跟飛碟一樣 是巨尺狀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飛行物不規則形狀 對 而且後來這種是生物 所以我們稱為UFC 所以它是生物 不是物體 對 然後在剛才 剛才講的西班牙的Evony 那是西班牙人講的 同一個東西 中國大陸講Flying Road 就是飛困 因為它有上個種類 一種是有羽毛的 一種是有一個半透明的皮膜包著 一種是沒有半透明的皮膜 但是跟魚跟蛇一樣 可是它在空中跑 所以中國大陸在 空氣當中快速的移動 對 日本人叫做skyfish 就是空中飛行的魚 所以這個是一個研究最多的半透明的 半透明的它有皮膜 那中間 你看移動速度還真的蠻快的 是 非常的快 它中間的這個身體 它會扭曲 而且會伸縮 然後這個好像是魚的起一樣 也會伸縮 也會伸縮 所以整體看起來是半透明 根本就是一個生物 那它到底哪裡來的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而且目前全世界各地對象發生 早期在90年代的時候 美國人就初步就發生 但是速度很快不容易補充 一直到94年的時候 被拍到了一些比較清楚的畫面 用慢動作才慢慢證實 全世界都有 那到底從哪裡來 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有一種是古生物 寒乳紀時代的海底面的海蛇 或者是魚 慢慢的演變 就跑到空中來 早就存在人類沒有發現而已 第二種是來自於外星球 可能是外星人的寵物 也說不定 有人認得這樣子 第三的是電腔生物 有關最外面的研究 目前是非DH研究裡面 非常熱門的話題之一 那最近更妙的 除了這個我們看起來奇怪的生物之外 還出現類似一個人的 人形的 人形的 也是在墨西哥發生 人形 而且它也不是空中飛的 也不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飛行使徒眼光 它也是在天空當中 對 這個都是全世界各地拍到的 那這一畫面的研究 目前大概是非常的熱門 那不只這樣子 中國大陸在拍三國演藝的時候 這個拍戲的現場 也出現了一個好像 這三國的畫面 所以可見全世界各地都有 你說上面那個瞬間移動過去的 瞬間移動過去 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所以是全世界各地都有 不過我台灣還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相信這種生物很久就存在 也有人認為說 它就是飛碟的一種 因為飛碟是生物體的一種 所以這一方面的研究 有待進一步來釐清 看到底真相是怎麼樣 看看天空當中有UFC 而這樣的生物飛行在天空當中 但海裡面有沒有海怪呢 海怪從古至今都帶有傳說 尤其從最早的時候 古希臘的職業學家亞里斯多德 他就有提到說 海裡面有海怪 但海怪真的存在嗎 是 蘇格拉底 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 我們說希臘三則人 那這麼大有名的大學問家 大科學家 大教育家 他不會隨便亂說謊話 他絕對不會隨便亂說的 對 但是問題是 在西元前四世紀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書叫《動物死》裡頭 他就很明白了寄述了這邊一段話 就是在利比亞 就是北非這個海岸的附近 常常就可以看到 岸邊很多牛的殘骸 那些牛都好像被什麼動物吃光了 所以當時很多海上的水手都認為 海裡頭大海怪 就是大海蛇 然後把這些牛拖到海裡頭吃掉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恐怖的景象 那實際上亞里斯多德他這樣記載 後世其實陸續一直從上股一直到中股進股 一直都有很多人在記載 就是類似的傳說一直不斷 在整個歐洲一直不斷的蔓延 可是到了近代的時候 因為我們開始相信達爾文的學說 然後我們相信那個考古學家 古生物學家 認為這種生物就算是真的有 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因為至少我們現在都不可能看過 都沒看到科技這麼發達 21世紀還底下 我們早就應該找到了 還沒找到 可是問題是 真的是找不到嗎 實際上目擊的報告從來... 他意思說還是有囉 目擊的報告從來沒有間斷過 在英國那時候 有一艘軍艦要從東印度群島 回到歐洲的時候 他在距離非洲海岸 大概300海里的時候 他的船員突然看到 後面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從後面急速的追過來 他又叫大家都來看 這到底是什麼怪東西 結果他看到一個頭部 至少50公分那麼大 這麼大 對 然後身體也是非常粗壯 然後長度大概18公尺 那麼長的一個海蛇 就這樣直接衝過來 衝過來他們想說 這海蛇是要攻擊我們還是怎麼樣 18公尺 比船還要長 是啊 然後他那個時候 他以在十幾海里的這種速度 從頭就繞過船 就衝過去不理他們就走了 你看當時的船 根本沒有辦法達到這麼快的速度 所以大家都看傻 那這個繼續 在1875年的時候 又有人碰見了 這一次是英國的海軍 黃家海軍運煤船保齡號 他到巴西海岸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親眼看到什麼 一個最不可思議的景象 抹香精我們知道是非常大的動物 對不對 非常巨大的 人跟他比非常渺小 結果他們親眼看到抹香精 在巴西海那邊 跟一隻大海蛇在搏鬥 什麼 海蛇比抹香精還大 抹香精已經是鯨裡面 體積算是最大的 牠非常非常大 然後結果那個海蛇 就把牠整個人纏繞住 據他們所看到 因為你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地方 他們光看到牠尾巴跟頭部的部分 加起來就已經超過12公尺 你想想看那個海蛇有多麼的巨大 巨大到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所有人都看傻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海蛇就跟牠纏鬥了十幾分鐘之後 用力一拉 就把牠拉到海裡去就消失了 等於那個海蛇把抹香精打敗 抹香精被牠征服了 你想想看 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個生物 還不止 我們剛剛都講這都還19世紀 到了20世紀 1966年還有兩個英國的士兵 他們就乘船的時候 就突然看到 在凌晨的時候突然看到 就一個大海蛇也這樣衝過來 人家把他們當然嚇到 因為當時剛好是凌晨的時候 還發出點點靈光 據他說也是十幾公尺以上那麼長 那這些都是古代的記載我們就算 我們大家記得北海小英雄吧 北海小英雄不是維京人 他們維京海盜 維京海盜 自古以來就記載了很多 叫挪威海怪的傳說 但是最近挪威海怪 又在湖裡頭出現了 挪威海怪跑到湖裡面了 其實本來250年前就有人在這個 塞爾瑪湖這個地方 看到了所謂的塞爾瑪湖怪 就是你看 像這樣的長長的 這樣一個海蛇在裡頭 可是200多年來 一直沒人找到證據 但最近呢 一個17歲的少女 剛好在湖邊拿DV在拍照的時候 他突然就拍到了這樣的景象 你看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麼長的一個東西 長條形的 而且當場非常多 因為一大堆少女 他們在那邊露營交遊遊玩 就這樣看到了 大家都嚇傻了 然後現在這個景象 一傳出來之後 很多人說 其實這個不是什麼海怪 這個是當地的水蛇 水蛇但也太長了吧 對 可是問題是 當地居民展地界界的告訴你 我們這裡從來就沒有水蛇 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後來有人說 不是水蛇的時候 好 那是鰻魚 鰻魚 鰻魚更扯 第一 它長得就不太像鰻魚 而且鰻魚游的方式 不是這樣游法 鰻魚長到像這麼長 這是什麼怪物啊 這也是怪物了嘛 它就算真的是鰻魚 長到這麼長也是怪物 所以這個東西到 現在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還是不知道 老實說我怎麼看 都覺得它很像是 傳說中的大海蛇 看看傳說中的大海蛇 傳說中的大海怪 到了現在21世紀的時候 海底下這麼深不可測 仍然有一些稀奇的動物在海底 等待我們去發掘 不過你到海邊玩 可要小心喔 別被海蛇給碰到 我說的不是大海蛇 而是小的海蛇呢 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再來下一節要告訴你的事 智能炮彈 這炮彈會轉彎 炮彈到你頭上會爆炸 這完全可以用電腦來控制 怎麼樣控制法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好 好 好